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台灣名人堂 我是侯乃榮 台灣名人堂要告訴大家 有故事的人 有意義的是 我們今天的來賓 兩位非常特別 他們十八十九歲就出道了 那兩位現在都是很多觀眾心中的 男神跟女神 女生年紀輕輕就得扛起家計 在觀眾面前很努力地證明自己 而男生是從棒球場轉戰到鏡頭前 要用球員拼搏的精神 跟大家證明他在這個地方 可以佔有一席之地 那我們今天非常開心 節目歡迎兩位 來歡迎到郭書瑤以及曹佑妮 歡迎兩位 哈囉大家好我是郭書瑤 哈囉大家好我是曹佑妮 好現在觀眾朋友可能會好奇說 今天兩位怎麼會一起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其實是兩位有新作品要跟大家見面 人際關係事務所 是兩位第一部合作的新戲對不對 是 好你們在這個拍戲之前 兩位就互相認識嗎 不認識 知道對方但不認識 沒有真正的碰撥 那瑤瑤先談一談你對那個佑妮 一開始還不認識的時候的印象 跟後來真正拍戲有相處之後 有什麼不同嗎 一開始對她的印象其實就是 大家的 跟大家一樣就是一個棒球選手這樣子 然後長得帥帥的小男生 然後可是認識她之後發現 她一直顛覆我對運動員的想法 怎麼說這是一件好事嗎 就是我覺得 我一直覺得運動員應該就是反應會很快 然後可能就是 節奏可能會比較快一點 或什麼的 因為四肢很發達 是 我覺得她是我人生當中 目前遇到最慢的人吧 真的啊 我應該沒有遇過比更慢的 應該是 我 你要不要澄清一下 其實我沒什麼好澄清的 因為我從小 我的國小老師我還記得 他叫我雷龍 就是反應真的很慢很慢就對了 對 他把我形容成雷龍 他說什麼打到屁股以後 要過了好久我才會有反應 對 為什麼是這樣子 是你從小個性就是這樣子 慢慢得溫溫的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很大 但打球又必須要有非常快的反應 這是一個很大的反差 其實反差蠻大 我覺得 因為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運動員可能反應很快 可是我必須要講那個是 就是運動神經 知覺 那跟另外一種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不一樣的反應吧 對啊 那所以兩個人一個快一個慢 其實我相信在拍戲上 應該會有一些些 有趣的事情發生有沒有 有沒有想到 就是常導演會需要把曹寧叫回來 對 叫回來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不知道去哪裡了 你說人實體不知道去哪裡 還是靈魂不知道去哪裡 靈魂不知道去哪裡 然後大概過個十分鐘 他就突然笑了 然後我們想說你在笑什麼 他說 原來你們剛剛在講一次 他的那個雷達接受真的是慢很多拍 就是很慢 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我覺得這個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還蠻困擾的 我覺得這個也是我 我人際關係上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 因為有時候可能大家在講話 我會有 其實我 我是有在接收他們的訊息 對 可是當我要講的時候 其實他們已經 話題都已經過了 對 所以會變成 我想要表達我的想法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對 人家已經跳到下個話題 所以你剛才提到人際關係 這跟你們這次拍的新戲 也有很大的關聯 人際關係事務所 他就是在幫大家排遣 大家心裡遇到的狀況跟問題 是 那我不知道你在拍這部戲的時候 你自己本身人際關係 所以對你來說人際關係是 你覺得相處上是比較困難的 會不會 我覺得現在對於我來說 還 我自己覺得還沒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是我 以前都是運動員 對 所以我接觸到的人都是球員 所以 對 所以聊的也是自己熟悉的東西 比如說球賽 對 比玩賽檢討 然後去怎麼做修正 這些其實都是我比較熟悉的 對 可是當我 我現在已經沒有在打球了 對 就是其實 對我來說現在會面臨比較大的人際關係的困難 就是可能人家在講什麼 或者是講什麼作品 以前的電影你有沒有看過什麼 其實我都沒看過 這個方面你要慢慢的去補足它 對 我要慢慢的去一直補充我自己的資料庫 對 那瑤瑤呢 你自己出社會的出得早 那你自己在人際關係上 你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嗎 還是你覺得你都是一個很 在人群當中相處可以很OK的一個人 嗯... 人際關係上 還是有耶 其實我覺得人跟人之間相處滿難 尤其在溝通方面 嗯... 我很不善於跟人家溝通 真的啊 對 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太會說話的人 嗯... 那但是你在拍戲的時候 你必須要跟很多的演員 跟很...也跟導演溝通 也跟在場工作人員溝通 對 所以等於你進了演藝圈之後 你也要做很多很多的調適是不是 滿...滿多的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滿聽話的小孩 因為其實剛進演藝圈 就是真的什麼都不懂 對 然後對於整個環境就是完全 就是狀況外 然後非常懵懂 然後都是從別人叫我 別人給我一個指令 我就去照做 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做嘛 那公司會給指令 然後你就是乖乖的去使命比達 去照著做 然後其實會變成 就沒有自己的想法 嗯... 對 一開始也比較不敢表達 會不會 一開始也真的沒有想法 因為完全是... 沒有概念 沒有概念 然後就像他剛剛也講說 要補很多的資料庫的東西 對 一開始是沒有 對 可是到後面再大一點 人家覺得你應該有想法的時候 你會不知道要怎麼表達 因為你從來沒有表達過 那是一種訓練其實 對 然後其實... 其實滿...滿... 滿難受的 對啊 那你怎麼樣去走過客服這一段 就是慢慢的從... 先...先知道自己不想要什麼 嗯... 對 然後就是... 我不想要這樣 然後為什麼 然後我想要怎麼樣 就是再去找這樣做貧困 表示自己的表達自己的意願 對 我們說演戲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 你演的可能... 你演的是別人的人生 但是有可能 你有些某部分的自己反射在當中 對 那這一次的新戲當中 瑤瑤演的是一個拜金女 是 對不對 那這個狀況 跟你自己本身的狀況 其實有非常大的差距 落差非常大 對 你怎麼樣去想辦法揣摩這個角色 內心的世界 那怎麼樣去把它給表現出來 我覺得演戲都有來講 自然客服的有一部分是價值觀 跟角色價值觀不一樣的時候 其實會滿難說服自己的 自己內心有一些些的掙扎 對 就會覺得 因為像康樂有他就是 你明明就沒有錢 你為什麼要花錢買名牌 就是他非常非常執著 然後他... 因為像我... 我本身啦 我個人就是覺得 我沒有錢 我就是自己想辦法賺錢 但他說我就是要 把自己包裝成一個樣子 然後去認識有錢人 然後靠他們 給我的生活這樣子 對 這個價值觀其實對我來講 我就覺得落差滿大的 但演起來我覺得滿有趣的 因為從角色當中 你會慢慢了解說 真的有人會是有這樣的想法 也認識了另外一種人 對 也認識了另外一種人 然後你會透過他的角度去看 原來他會這樣想是因為什麼 對 我覺得透過拍戲滿有趣是 我過了別人的人生 然後自己的思考面會變得比較多 對 就不會是想說好像 遇到這個事情會只有一種反應 其實每一個人的反應都會不一樣 對 我相信瑤瑤因為過了這麼多年 十年了嘛 差不多 你在演藝圈 傳播過這麼多角色 我相信對你來講 現在可能容易一些 但是呢 對於張亮來說 心裡有沒有一些些衝擊 又你在劇中演的叫做張亮 對 他是一個很活潑的男生 跟你本身雷龍的反應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差 你怎麼樣去揣摩這個角色 這個其實 跟我個性上的差異其實差真的很大 對 然後我當時看到劇本的時候 哇 他又是一個要處理人際關係困難的人 是 所以就表示說他要很會講話 然後 然後 我自己本身吧 我畫比較少 所以我在 可能前期的功課的時候 我其實有去 效仿導演 其實我們 吳建興導演 吳建興導演 對 他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張亮的一個導演 就是他我覺得張亮就是 導演的影子在那 你知道嗎 所以前面跟導演相處的時候其實 我有去慢慢觀察一下說 他 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啊 或者是 因為他整個人 給人的感覺是一個充滿正面能量 然後很有活力的一個人 對 對 所以反而是導演 你是從導演身上去揣摩張亮這個角色 對 因為我們在拍戲的時候 導演他自己會下來 可能演一下 對 哇 他這角色根本是為他的量身定做的 你知道嗎 我自己覺得 對啊 就是 其實當初那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我其實壓力很大的原因是 我要怎麼樣從一個這麼悶的人 馬上跳到架子 我覺得這是很難很難的一件事情 特別當你的個性跟這個很大的反差的時候 是 那除了從導演身上 你自己有沒有想辦法 例如說在家偷偷練啊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有 我有我有 就是我會盡量吧 因為我可能平常畫的比較少 也不會跟人家溝通 是 可是我因為這個戲 可能在拍戲前 跟化妝師 髮型師 或工作人員 就是能講話我就盡量去講話 對 因為我實在是畫太少 這樣也可以讓我在開拍前 比較快進入到狀況 所以某種程度上 你也在逼迫自己 是 去努力去融入這個角色 但我覺得很剛好是我自己本身 我本來就很想要突破這一個困難 是 對 所以遇到這個角色可以讓我覺得 要讓我更快的去說服我自己 因為藉由戲 然後變成我生活 也許因為這樣我開始慢慢的 越來越活潑 對 好 那我們來問一下你的對手好了 瑤瑤你覺得 你覺得這個佑寧她在跟你拍戲之前 跟這段時間三四個月相處下來 有改變嗎 我覺得改變蠻大的 至少她會主動開始聊天 或者是她會想辦法去講一些東西 對 那你另外就是在戲裡面 瑤瑤有一個無數擔當的稱號 對 為什麼 妳在戲裡面總是這樣子 其實還蠻辛苦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常常每次任何戲都會要我去突破一些 我沒有做過的事情 對 然後這一次就是很妙的是 兩個男主角 這個部分就是參與的比較少 對 就是跳水也有我 反而是妳來扛起這個責任 跳樓也有我 跳水也有我 他們就是各參與一部分而已 但我通通都要參與 對 然後還有釣鋼絲 我覺得釣鋼絲絲我對她印象滿深的 我想說運動員應該也是天不怕地不怕 沒在怕 我遇到一個長得高比我還怕高的人 人家不是說越高的人越... 越高的人越怕高 好像越怕高 妳講的是跳樓的那一段是不是 對 就是我們在跳樓 然後因為我們在等嘛 然後站在那個樓 七...二樓還三樓 二樓 反正就是站在那個樓的邊邊這樣子 然後我就很好奇我在那邊看 就是比較前面這樣 對 她在後面這樣 過來了 你過來 過來 你不要... 其實那時候我是擔心她的安全 你知道嗎 因為很高之後就算了 因為樓上剛好有時候石頭會一直掉下來 一直掉下來 然後她就頭一直在外面這樣 然後我很怕她被石頭打到 我就這樣關起來 你怎麼會她 人家是貼心好不好 她都貼在那個牆上都不動 覺得很可愛 所以搞了半天是瑤瑤在保護又寧這樣 也沒有 我沒有 我就是... 我可能稍微膽子大一點點 對啊 那所以說這些目前來說 對我們外人看起來可能是 還蠻大的挑戰 對你來說 你現在習以為常了嗎 我覺得因為可能之前拍到古裝 已經有掉過鋼絲 所以第二次掉鋼絲 我就覺得沒有那麼擔心 而且因為其實劇組保護措施 真的做得都非常好 導演就整個組維護我們 就我們光那個跳樓的那場戲 他們也是墊了好多墊子什麼 然後周遭石頭都會幫我們剪乾淨 就是讓我們盡量遠離那些危險 所以其實我很放心 安全的狀態下 對... 好 那剛才我們有聊到說 兩位其實之前都其實互不相識 真的是在戲裡面才第一次合作 那可是第一次合作 導演在戲裡面加了蠻多吻戲的 對你們來說 有沒有什麼樣的心理的障礙要克服 我覺得障礙沒有那麼大 是 因為我覺得 應該說 作為演員吧 我覺得這種是很自然 很自然會去發生的一些事情 也必須要就是你的責任對不對 我覺得兩個人 對我覺得兩個人也是要很... 專業專業 對 很放心的下去做 對... 不然如果有一個人很尷尬 對... 或者是會害羞 就會要重來 對... 就寧願我們一次把它演好 一次OK 對...那我是第一次一檔戲 親了兩個男生 你有發表一下感笑嗎 沒有... 也沒有什麼好感笑 一直覺得 好 我賺到 我賺到... 跟他們兩個的文戲有什麼不一樣的 感覺嗎 我跟小曹的那個 對 我其實有緊張 對 就是 因為導演要的不是那種偶像劇淡淡的那種 已經快要到有床戲的那種情熱度了 所以拍的時候其實我是滿緊張的 對 真的 對 感覺你還滿驚訝的是不是 感覺不出來 所以在拍的時候感覺不出來 對啊 感覺不會 因為其實 可能對手緊張你可能也會感受得到 可是我感覺...我感覺不會 對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演員的專業啦 其實你即使是內心有緊張的部分 其實你還是要很融入這個角色 去打給詮釋好 對 那佑寧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其實你... 你自己說你反應動作比較慢一點點 那你自己在背台詞的時候 因為這一次扛的角色還滿重的 你自己在扛這個角色 在背台詞的時候 你有沒有下什麼樣的功夫 對你來說 會不會很吃重 我覺得... 很...很... 很難 很難 對 因為... 小潮不能過八點 趕快回來... 他晚上八點以後 他的台詞都會記不住 真的啊 真的 我們是劇組有... 劇組有在注意這件事情 真的啊 大家都...小潮開始有一些狀況的時候 然後劇組我們... 副導... 副導的時候... 差不多了八點到了... 時間到了... 他開始要... 背不了台詞 開始要靈魂出鞘了是不是 對... 我覺得台詞... 這一部戲讓我成長很多的... 有一個部分也是台詞的... 背台詞的記性 因為他畫很多嘛 張亮畫 因為要一直溝通 對... 所以... 我... 我... 就盡量吧 盡量 我就是晚上的時候 其實我都很晚睡 就因為我要一直背... 一直背... 其實我背東西記性沒有這麼好 所以... 就只能... 就背吧 也沒有... 因為我也不知道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我增加我的記憶力 就是... 死背 就硬背 對... 那瑤瑤呢 這部戲對你來說有沒有什麼 你覺得最大的突破 會是挑戰 對你而言 其實我覺得跟阿福導演合作蠻開心的 因為我一直很喜歡 喜劇類型的東西 然後導演讓我們的發揮空間 非常非常大 然後... 因為這一次裡面的演員 都非常非常厲害 很多 像...像馬道 柏傑他們 然後... 其實很多東西都已經是超出劇本了 對... 就我們自己在現場可以有很多的火花 我覺得這是演戲最享受的一件事情 對啊 因為整個拍攝過程當中 其實你也不會覺得像在拍攝 不會讓你有工... 好像在工作的感覺 就真的非常非常融入 然後... 吃得很好吃 對... 因為... 我們... 裡面就是馬島的角色 它是很會做菜的 然後因為我每次就是會去跟他掏口飯吃什麼的 然後劇組真的非常非常用心 我們的那些菜是真的找師傅來做的 然後每一次 就不是說吃冷掉的道具 是真的是熱騰騰的 就是大家每天都吃得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那也是導演 他在戲裡面想要的 就是在餐桌上的時候 大家聚在一起 然後很溫暖 所以我們其實每天在餐桌上吃飯的時候 都不像在演戲 因為真的都很開心 都很好吃 都很好吃都很享受 對啊 那佑寧你之前 其實跟馬島第一部戲就是馬島幫你... 導的嘛對不對 那這一次是身為演員跟他一起合作 這當中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 哇這個... 每天都被虧 為什麼 這個喔 這個差別真的滿大的 真的啊 因為拍Cano有時候他導演嘛 導演對於我來說 就很像是我的教練 對 然後也很嚴格 可是今天換音味戲 然後跟馬島變成演員對演員的時候 其實壓力就不會這麼大 可是相對的我也會怕 因為他是帶我出來的人 所以我也是會很怕讓他死亡 我也想要知道 讓他知道說我這兩三年 三四年 有沒有成長啊 或什麼 更想表現給他看 會 其實是會的 那他當演員的他跟當導演的他 有什麼不一樣 不一樣 差...差多了 趕快讓你...給你十分鐘爆料 馬島當導演的時候 其實我跟他 其實我覺得是有很大的距離感 其實我是不太敢去跟他說話 就到連戲上了殺青 其實我跟他還是會有一點距離 可是拍了這個戲以後 因為馬島也不會有那麼大的壓力 對 他也可以很放鬆 很開心地去演戲 比較像朋友 就演員 變成演員跟演員的時候 其實距離感就不會那麼大 對 也不是說我大補大方 那當然會有想要保護的東西 我不可能永遠活在螢光幕下 我覺得我人生一定遲早 還是會離開這個公主 回去我還是個平凡人 對啊 那我還是得過平常人的生活 有人說什麼戲如人生 人生如戲 那其實你在這演藝圈的路走下來的時候 其實多多少少 尤其你們的出道 其實都是一戲爆紅的 我覺得多多少少 對你們來講 那壓力是更大的 那我不知道姚瑶 你這一路走來 我發現大家 觀眾朋友一定也都發現了 你這包括從志氣啦 從通靈少女 到這一次的這部戲 觀眾一定都看到你的努力 你怎麼樣去 一路走來 慢慢撕掉那個大家 對你貼在你身上 那個刻板印象的標籤 其實我沒有刻意在做這件事情 我就只是覺得 我覺得我把我該做的事情做好就好 那其實 剛開始還是會很在意觀眾怎麼看 因為畢竟會有一些輿論什麼的 那個真的會影響到你的生活和心情 可是到後期 我覺得漸漸找到在這個工作裡面 你享受的事情之後 你就會比較不會去在意那些東西 對 然後我覺得從戲劇對我來講 就人生的細細如人生 那我覺得 我人生應該比戲還要更精彩 真的可以拍片了 對 因為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入行 那更沒有想過我會來演戲 那可是就是經歷過每一檔戲 我其實學到的東西也非常非常多 因為每一檔戲都有不同的新的挑戰 然後也因此我覺得我變得是更 更會跟人去接觸 對 因為其實我以前在還沒有入行之前 我是不太跟人接觸的 對 就比較獨立 比較孤僻的小孩 但我覺得也是因為生命中的很大的轉變 讓你有這樣子的不同對不對 對 但其實就經歷過這些工作 你會覺得其實人生滿精彩的 當然起起落落都有 有開心有不開心 那難過的時候也真的會非常非常辛苦 非常非常難過也都經歷過 可是對我來講我覺得 在人生當中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都是老天爺要教會你一些東西 然後也都一定會有收穫 對啊 那又寧呢 你自己也是從 我相信這個演藝錄的選擇 對你來講心裡一定經過了一番掙扎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那時候怎麼會決定毅然決然 後來就決定說 好 我決定要放棄棒球 我要好好的發展演藝事業 我做個這個決定 我其實想了兩年多 對 我才做這個決定 對 我才做這個決定 應該是說 棒球對於我來說 我自己設的一些目標 就其實是已經有達到 就只差沒有去打職棒了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我不想要我的人生啊 就是都只有打棒球 因為我看過很多前輩或者是同學 就是他棒球 他一生當中就只有棒球了 你球員退下來以後就去當了教練 就是感覺跟棒球離不開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其實怎麼講 我想要多方便去嘗試吧 想要讓自己的人生更精彩 更走一條不一樣的路 對 其實是這樣 那表演這件事情對你來講 為什麼吸引你 我覺得是一個情緒的抒發 因為我自己在平常生活中 我是比較不會有心情起伏的 是 所以我開始接觸到表演的時候 我發現 欸 好有趣喔 嗯哼 就是可以利用 因為可能我自己本人啊 對 是有 比較有 有包袱 嗯哼 我會去 偶像包袱很重 這也不是我吧 個人 我不知道 反正我 你可能比較硬啦 是不是 人家說的比較硬 你比較不容易把外放 把情緒給外放出來 對 而且我會很在乎 別人的看法 是 可是我可以透過演戲的時候 我可以放 放掉這些 就是全新的 享受在那個當下 對 這個是我平常生活中 我沒辦法抒發我自己壓力的 嗯哼 但我覺得當演員 當公眾人物 有一個很大的課題 就是要面對大家的眼光 那 必須接受你很多的生活 都必須被外接用放大鏡來解釋 我不知道兩位現在已經習慣了嗎 尤其當別人把 鏡頭聚焦在你們感情的時候 有時候會被偷拍 我不知道 瑤瑤你自己 到現在這件事情你怎麼看 因為畢竟它跟你的工作無關 但是它還是必須呈現在觀光面前 但是因為我們還是公眾人物 那這個生態的確它就是這樣 這是我們好像也沒有辦法 太能去改變什麼 那我覺得互相尊重 因為不管是我們藝人還是跟媒體 其實大家都是互相的關係 因為媒體也會幫到我們 那我們也會就是幫到他們 就是大家都是互相的 對啊 不然沒有他們我們也不能生存 就是我覺得那個中間的尊重的尺度拿捏 可能要拿捏得比較好一點 對啊 但我是滿 就是不會去避諱什麼東西 感覺你還滿大方的 我覺得在感情上 也不是說我大不大方 那當然會有想要保護的東西 可是面對這種事情 因為畢竟我覺得 我不可能永遠活在螢光幕下 我覺得我人生一定遲早 還是會離開這個工作 對啊 那我還是 其實不管有沒有離開這個工作 我卸掉工作的身份 我回去我還是個平凡人 對啊 那我還是得過平常人的生活 所以你不會刻意在日常生活當中 去避說怕有人在看 或是怕有人會在旁邊講話 你還是做你自己是不是 私底下的搖搖 對 反而我也無犯法 所以你的感情關係是很開放 然後很做自己 是嗎 對啊 我覺得就是感覺來了 就這樣吧 不然你也沒有辦法壓 對啊 就是大家要看那就 就看吧 對啊 那又妮呢 又妮你自己呢 你會不會有點在意 例如說你跟 你自己喜歡的人走在路上 然後會不會被看 或者是被拍這樣子 會不會有這樣的顧慮 還是跟他一樣大方 現在的我 我現在的 還沒面對到這個問題 現在的 應該說現階段的 我還不會有 還沒有這個困擾 這麼大的問題 對 應該是說 你覺得大家不好奇嗎 我覺得大家挺好奇的啊 當然好奇會 其實卡納上映後其實 就一直有 是那一段時間 剛上映沒多久 那時候其實我 其實我知道有人在跟我 對 我超厲害的 所以你的雷達 並不是很 沒有很遲鈍 我覺得只是放不放這個地方 我超厲害 我還知道他在拍我 你知道嗎 可以擺比較帥的姿勢嗎 也沒有 我嚇到了 嚇到了啊 對 那時候我記得是半夜 然後我就 我就聽到有快門聲音 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誰半夜會拍照 然後就往回看 看到一個相機這樣縮回去 然後有人在拍 我就過去 然後我就跟他講話 我就說請問你是在拍我嗎 我還很客氣的跟他講 然後他就很慌張的 沒有啦 我是在拍風景 半夜耶 半夜誰在拍風景 後來 夜景啊 夜景很美 我又覺得很好笑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 很特別的一個經驗 對 那你後來呢 後來其實你 越來越多人認識你 然後越來越多人關注你之後 其實這種狀況應該會越來越多 沒有耶 反而越來越少 真的嗎 因為我回去打球 以後其實 關注我的人 就變成比較多的是 關注我球場上的事情 他就跟我講說 你看坐在這邊的女藝人 她們可以到今天 除了就是外在很棒之外 她們其實也是很有內涵的 適當的時間 穿適當的衣服這件事情 對 通了耶 小時候人家叫我穿什麼衣服 我都不敢拒絕 但看我哥那時候跟我講 我就會比較敢去表達 雅雅你當時候出道的時候 其實遇到了很多的挫折 對不對 那家裡有一些的變化 一直走到現在 可能已經過了十年到現在了 差不多 對 妳中間有沒有經歷過 什麼樣的挫折 或是非常非常低潮的時候 有耶 就尤其是剛入行 因為就我真的什麼事都沒做 然後我就一直被罵 然後被新聞拿出來討論 然後甚至那時候還在學校 然後有SNG車去我學校 我覺得我是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我真的什麼都沒有做 你知道嗎 因為就是當初就想說 拍個廣告 錢其實蠻多 對公讀生來講 我就拍一天 賺的是我 那時候算應該快要兩個月的薪水 你自己等那時候是多少錢嗎 其實也不多 你也偷漏嗎 五位數而已 五位數 對 就是不多啦 但是就比22K多 但是對學生來說 對 學生來講 其實就比22K多這樣子 然後 我想說拍個廣告 發現沒有人知道我是誰 然後就會 全天下都知道你是誰 對 然後 就你知道 也來不及取藝名就知道 對 然後那時候其實壓力蠻大的 然後你做什麼都被罵 然後 可能你真的很想要做好一件事情 像我其實很喜歡唱歌 我很喜歡跳舞 但我知道我不會 其實我真的知道我不會這些東西 那 可我也沒辦法 因為我從小家裡也沒有讓我去學 我本來就不是想要往演藝這條路去發展 其實那時候很痛苦 因為你知道你自己不足 可是你沒有辦法在短期之內 讓自己補得很足 然後讓大家看到其實你會這些東西 或什麼的 就蠻痛苦的那段時間 然後再加上其實剛出道的時候 雖然好像感覺就是大家都知道 民生很旺 但其實沒有在賺錢那個時候 對啊 然後就是家裡的狀況也就沒有那麼好 那時候是最苦的時候 可是你一個人扛起這個整個家的家計 對你來說 對那個小小年紀的你來說 那時候應該壓力非常非常大 我其實沒有想那麼多耶 因為說實在 我就小時候真的好像就是能走一步是一步 然後就是你有什麼工作來就接嘛 就去 然後也沒在怕 我其實現在回頭想想 我那時候敢去拍戲 我也真的是蠻猛的 就因為我不是個會演戲的人 然後唱片公司說那你去演戲吧 好啊好啊 然後就是到底叫我做什麼 背台詞就背台詞 就乖乖地做 對 然後也沒想到會到今天這樣子 所以你也算是還蠻認分的一個演員 就是一個藝人 教給你什麼功課你就好好的去完成它 對 其實我真的人生很謝謝我 從頭到尾遇到的所有人 不管是 我真的運氣很好 是我沒有遇過會害我的人 對 然後大家其實身邊都一直都是 滿幫忙我的到一路到現在 不管是我遇到的劇組也好 遇到的演員也好什麼 大家都其實是非常疼我 非常照顧我 然後非常幫忙我 然後當我需要求助的時候 也會有人來救我 然後一路就是這樣子幫我到現在 對 其實大家看到現在的國小 會覺得 哇 說什麼好像很努力 然後很幫什麼 那其實不是我 真的是身邊的人 靠身邊的人幫忙 對啊 你很客氣 但是也因為你這樣的感恩 我相信會有更多人願意幫你 那因為其實說你剛才提到 就是演藝錄其實受到很多貴人的幫忙 那蔡康永 康永哥 他曾經因為一句話而改變了你 讓你從谷底爬升回來 那心快轉 他分享了什麼話 你那時候記得嗎 他那個時候就是講說 我印象很深刻 就我們在錄節目 然後就是那時候還沒開始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你看坐在這邊的女藝人 他們可以到今天 除了就是外在很棒之外 他們其實也是很有內涵的 他們都會有他們自己的專長什麼的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適當的時間穿適當的衣服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說 對 通了耶 小時候人家叫我穿什麼衣服 我都不敢拒絕 對 那時候可能上節目 或第一支廣告 那時候都是覺得 好吧...就這樣吧 但其實心裡是抗拒的 但是不敢說不 但康永哥那時候跟我講了 我就會比較敢去表達 那當然也是後來遇到一個很好的唱片公司 他們就是 講說把衣服穿回來也不是 就是他們會幫我去打理這些事情 對...然後讓我很有安全感的在 就是這個工作上面去做事情 對... 那妳努力了這麼久 後來在這個靠著志氣這部片 拿到了第五十屆金馬獎的最佳新演員獎 那時候上台我想大家印象很深刻 你那哭得一塌糊塗 因為... 因為妳說妳完全沒有準備 這個得獎感言 其實那個時候 那一天真的就是抱著去看 靈性的心態 對啊...五十屆那個... 完全沒有遇想到自己有可能有一天在台上 沒有耶...我覺得不可能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覺得我會演戲 對啊...我就是只是覺得說 因為其實說實在在演志氣的時候 我還沒有搞懂演戲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就知道被台詞 然後妳要有什麼樣的反應 然後去跟他們相處什麼的 完全對於表演其實還是狀況外 非常狀況外的 對...所以沒想過自己會拿獎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運氣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好 對... 那拿了那個獎之後對妳來說 妳覺得有沒有什麼很大的轉變有沒有 拿獎當天是開心的 可是回到家晚上就想說完蛋了 我明天已經要被罵了 為什麼 是因為從小媒體對我的那個... 就是... 都是比較不太友善 然後我想說完了... 就是大家一定會罵我說那個... 就是沒看過我的戲 一定不知道我在裡面的表現怎麼樣 一定就會覺得說 哇...這個獎怎麼會頒給我什麼的 然後...其實當天晚上是... 是...是蠻... 就是蠻... 蠻怕的嘛 所以妳的喜悅並沒有到達頂點 然後妳馬上就縮回來 有點害怕明天不知道大家要怎麼邪妳 對...就明天... 哇... 但還好大家很手下了解 謝謝大家 沒有我覺得妳的努力大家都看見了啦 對... 對...那我另外要問問佑寧就是說 妳那時候拍Cano的時候啊 其實妳也是一個新演員 妳那時候隔行如隔山嘛對不對 妳那時候跨進演藝圈的時候 跟妳當初想像有沒有什麼樣的不同 因為妳想... 我之前看過其他報導 妳好像小時候就想當明星 是嗎 應該是說我小時候我媽媽很想要把... 因為我們家有三個小孩 是... 我媽媽很想要把我們弄成明星 很想當新媽是不是 對...其實... 小時候媽媽就喜歡把我們打扮得... 帥...帥的 然後... 以前也有那個什麼小小模特徵選 我媽也有把我們的照片送去 結果我的有...有被...有...有上妳知道嗎 對... 然後就去走秀 然後拿了什麼最佳鏡頭獎 後來又去... 又去參加了一個東森購物吧 我記得 可是我去過的那一次以後 我就沒再去過 那幾歲 記不記得 很小 幼稚園 幼稚園的時候啊 幼稚園還是小學一、二年級 會...沒有再去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我很害怕 因為我很害怕很多人 然後那個又是現場Live 對 然後就是要玩遊戲嘛 玩得開開心心小孩子 可是我從頭到尾 我都一直盯著鏡頭看 然後從那一次以後 我就沒有再去過 就上節目 對 所以這個到了我長大以後 我會去回想這件事情 其實我小時候 好像就有稍稍接觸到這個行業 對 所以路其實沒有白走 有些時候是 一點點一點點的累積 其實到某一個時間點 他就會開花結果 對 但是我覺得很有趣是那時候 Cano這個角色啊 當中的這個角色 是你自己去爭取來的 你既然說你有點怕鏡頭 可是又怎麼會有那樣的想法 去主動爭取這個角色 主要的一個原因 我覺得是 哇 電影耶 就是哇 選角 感覺很帥是不是 好酷喔 怎麼會有這個機會 然後 又剛好要找回打棒球 對 其實我也沒想那麼多 我就想說 哇 有電影要拍 當然去拍什麼 我覺得 哇 好酷喔 拍電影 對 那時候其實是很單純的這個想法 你覺得先拍了再說這樣 對 而且 其實我在我18歲的時候 我就有 就有想說 我不想要一輩子有打棒球 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決定了 然後就是試鏡 沒想到馬島喜歡我 然後選角公司喜歡我 對 然後就去演 就去表演訓練 演員訓練 我還記得那時候訓練的時候 我是連走路吧 走路都不會走 所以馬島馬島就說 怎麼辦 我們男主角走路像木頭 他就很擔心你知道嗎 還好那時候後來 整個表演老師 整個團隊 就是在我身上 其實花了很多功夫 對 所以 後來到了開拍以後 其實我也是不知道演戲是什麼 就是導演 馬島給我什麼指令 我就盡量能去感受 就去感受 對 就是這樣 結果因為那部電影 後來一炮而紅 但當初後來之後呢 其實有很多的機會 也找上你了 當初本來有一個機會是你想要去試鏡這個七月以安生 跟這個沈可欣導演 那時候因為有一些緣故後來沒有接上嘛 這個角色 你怎麼樣看這一次的 這一次的 剛好沒有接到耶 其實 那時候怎麼樣看這個狀況 其實我當然第一個還是覺得可 可惜 可是當時在我的狀態下 我是打球為主 演藝這方面為輔 就是因為那時候我也有一些比賽要去打 然後也要訓練 我也不能說 因為很重要嘛 訓練這件事情對運動員來說 對運動員來說是很重要 對 就是 我也不能去把這個練習取消掉 然後很專心的去試這個戲 所以當時去的時候其實 好像我記得遲到吧 對 遲到的半小時 其實當然也很抱歉 就是遲到了這樣 因為這個是最基本的工作態 可能也是因為那時候 沒有可能沒有轉 傳達得很好 就是因為我是因為練習 可能需要 也許幫我演個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也好 可是都沒有做 對 那個時候都沒做 所以可能對方也許誤會了 可能我吃到 犯了大忌啊什麼 其實我自己心裡是滿委屈的 因為那時候沒有幫我交接好 爸也是一個很好溝通的人 其實也是鼓勵 我媽媽也是啊 都是鼓勵我們想要去做的事情 其實走這條路 他們沒有不支持 對 因為我媽其實也還是滿開明的 跟他們家一樣 就是還是支持小孩 默默地在背後去做輔助的事情 那我們知道說其實你自己本身之前是運動員 父親也是運動員 你從要放棄棒球選手 然後要來轉演藝圈 父親有沒有什麼樣子的反對或是建議 其實我開始拍那一部電影 卡諾的時候 我爸爸其實是有猶豫的 因為那時候我剛好要銜接大學 大學又是另外一個舞台 所以我爸當然希望我可以馬上去 去大學那個舞台上 所以我爸那時候 其實我家人對於我來說 還是比較尊重小孩子的意見 對 當時我就跟我爸說 我要去拍這個電影 也不是浪費時間 後來我爸 我爸也是一個很好溝通的人 其實也是鼓勵 我媽媽也是啊 都是鼓勵我們想要去做的事情 對 那另外問問瑤瑤 家裡的狀況其實一開始 並沒有非常非常支持對不對 尤其在你打工的那段時間 只有打工啊 因為那時候爸爸媽覺得年紀小 然後不要出去 其實我可以理解父母那個心態 因為後來當我妹去打工的時候 我也是因為怕他不欺負啊 因為怕什麼 對 就是想要保護的心態 對 但是其實走這條路 他們沒有不支持 對 因為我媽其實也還是滿堪民的 跟他們家一樣 就是還是支持小孩 默默地在背後去做輔助的事情 對啊 那另外在志氣之後 其實通靈少女是你一個 另外一個演藝事業的高峰 我覺得就是受到很多很多人的討論跟肯定 這部戲對你來講 有什麼樣的意義存在嗎 我覺得通靈少女對我的改變 對 跟志氣 就是一個是 可能讓大家就是知道說 我好像是可以做一點什麼 做一點事情在這個工作上面 因為專業的人都給你肯定了 說你可以拍電影拍戲 但因為你不是科班出身 這是過程當中遇到很多的挫折嗎 超痛苦 超痛苦是不是 對啊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信念 或是什麼樣的力量 可以支持你這樣子 一路要堅持要走下來 然後在大家面前要證明你自己你可以的 其實我也從來沒有想要證明給大家看 我完全不在乎人家怎麼看我 就我沒有很在乎人家就是怎麼看我 可是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每一個工作我每一檔戲 我想要帶給大家一些 怎麼講啊 就是意義 有意義的東西 或是能夠從劇中有所收穫的東西 對 我希望透過我們的工作 可以傳遞一些理念給大家 或是比較有教育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可能比較有教育性質嗎 會讓大家可以有所獲得這樣子 那其實在拍通理的時候 老實講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也非常非常痛苦 不是說大家感情不好不合 大家劇組對我不好什麼的 而是那個壓力真的很大 因為對我來講這個角色太困難了 我從來沒有看過鬼 可是我要演一個 從小就跟鬼一起長大的 然後會去做這些事情的人 然後這樣導演處女座 要求完美 就是 對 其實沒有導演 我覺得我可能也不會 讓大家有這麼驚豔的演技出來這樣子 對 然後其實拍的過程很痛苦 可是我一直告訴自己 因為這個劇本我非常非常喜歡 這部劇我非常喜歡 這個團隊大家非常認真非常努力 我不可以把它搞砸了 我希望這個作品是可以很好的出去 讓大家看得到 然後讓大家可能就算被感動到 或從故事當中找到自己的問題 其實找到自己的影子或什麼都好 然後我希望可以給大家 一些好的觀念 好的事情 其實到 其實志祺也是 對 我那時候拍其實 中間也是非常非常辛苦 非常非常痛苦 就手破啊什麼的 可是 因為那群運動的小朋友 我很希望透過這部電影 透過我們的光環 去讓大家更關注說 哇 台灣有很多很多運動的小朋友 他們是多辛苦的 在做他們想做的事情 喜歡的事情 對 就是我其實有期許 我所有的戲 都是可以帶給大家一些這種事情 幫其他人發聲 對 所以真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努力的搖搖 然後他也希望自己的工作 能夠發揮更多的影響力 對 那最後一點點時間喔 你們兩位這個合作的新戲 要不要跟觀眾朋友推薦一下 有沒有哪些 你們覺得這部戲 最值得看的地方 或最有趣的地方 又你 我是要看著講話 都可以啊 不要 你看我就可以了 都行都行 我覺得這部戲 很好的是因為它 這種題材的戲比較少 然後它是講關於人際關係上的困難 因為其實 大家都有人際關係上的困難 所以希望可以透過這部戲 讓大家去看 面對困難或問題的時候 可以換一種角度去思考 也許你的人際關係就解決了 對 好 那瑤瑤呢 這部戲對你來說 你覺得最值得最可看之處在哪裡 最值得最可看之處嗎 我覺得我們有很棒的團隊 然後有很多很厲害的演員 對 然後其實 雖然講說是人際關係事務所 感覺好像有點沉重 因為在講人際關係的事情 可是其實導演 因為它非常非常的幽默 然後我覺得大家看這部戲的時候 會很輕鬆 對 會覺得很舒服 很舒壓這樣子 所以它其實除了愛情之外 還有更多有關人際關係的議題 包含在當中 我們什麼情都有吧 好 那我們大家就拭目以待 這一次我們 好 這是瑤瑤送給我的提帶 對不對 對 劇組很貼心做了這個 人際關係事務所的提帶 對 然後後續大家就是會放送給大家 所以鎖定節目 當中有機會可以獲到這個紀念提帶 好 今天非常謝謝佑您 也謝謝瑤瑤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跟我們分享這麼精采的故事 也希望兩位呢 這個星系可以收視長紅 謝謝 謝謝 期待你們更多的作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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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